最近政府令我們非常之憤怒 作為一個普通人都覺得非常非常之憤怒 雖然我現在說話好像很平靜 但我內心是有魚有團火在燒 要吃那些什麼胃酸倒流的東西 阿華TV他們吩咐我想說兩件事 我對於這兩件事的看法 第一個就是逮捕機制 逮捕機制的荒謬之處 亦是很多朋友說過 我都不需要再浪費大家時間在這裏說 我只是覺得當我們去人民團結發聲的時候 他就有少少的聲微讓步 情況就好像譬如去年 大家樂未說要扣飯中錢的最低工資的時候 很多網友非常之憤怒發出聲音 團結的聲音 於是大家樂就收起了他扣飯中錢的無量措施 那些網友就說 好耶!我們團結 所以我們成功了 早前在區議會選舉的時候 一些網台提出一個候選人的名字 他要提出其他候選人的名字 馮華大法官提出這個建議 亦是被一些網友大聲疾呼的時候 他們現在就收回 一般網台是不需要跟這個指引 給我的感覺 就好像現在逮捕機制也是這樣 本來就要另一條隊上來 現在不是自己的隊 現在正在建議中 就好像我們的市民吵一吵 他就收一收這樣 這個政府是搞甚麼的呢?其實到底 他是不是一個法治的政府呢? 似乎不是 說得好聽些 他好像叫做聽人能的聲音 但說得不好聽些 其實他根本就沒有自己的一個意志 沒有自己的一個 他自己根本說不通的 他自己根本不明白的 他在說一些歪理出來的 雖然我不是很清楚 其實是否到底是中央政府 下達一些指令 叫那些本來在香港受教育 熟悉香港英式法律的黃仁龍 那些人 其實都要 其實哪有法治可言 因為我老闆就是中央政府 我老闆叫我這樣去搞定這些東西 我就要這樣搞定這些東西 當他面對大律師工會的一些責難的時候 他也不願意讓步 但你看到他其實整件事 根本是非常微難的 整件事是 潰難的 那香港到底是變成一個甚麼社會呢? 現在香港變成這麼潰難的時候 為何會這樣呢? 發生甚麼事呢? 有很多人在97前就說 香港害怕了 因為大陸收回香港了 要移民了 後來呢 97、98、99、2000的時候 大家都覺得 都沒甚麼 但原來那個恐怖的事 現在才發生 告訴大家 所以陳雲老師 還沒說香港自治運動 我覺得這個時候 大家真的要深思這件事 我們要自治 我們不可以讓中國大陸 中央那種文化去吃了我們 所以我呼籲大家是起來 真的要思考我們現在的情況 非常之危急